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3月29日 已經是 星期五 3月就快過去 最近香港樓市 自從撤立之後就出現了一個 少少的反彈 據說很多香港的發展商 他們將客戶對準大陸 就說 一些3000萬以上的豪宅 原來大部分都是內地人來買 那麼大陸的情況又如何呢 實際上大陸的樓市很惡劣 我們看到李嘉誠 在上海劈價賣豪宅 在上海 北京 深圳 廣州 到處都有壞消息出來的 而且 另外還有杭州 也出現了一個 比較 不好的消息 令到杭州的樓價即時大幅下跌 我們這節想跟大家跟進一下內地的樓市 內地不好 其實資金是不是會逃離香港呢 大陸各地陸續出現樓價大跌的現象 中國的網絡金融巨企 螞蟻集團 其實傳出他們會把杭州 買了地皮來蓋房子 拓展公司的規模做總部 結果消息一出 當地的樓價就即時炒起 沒多久 螞蟻集團就選擇把土地賣出去 令到樓價即時暴跌 這件事也很嚴重 而深圳也出現樓價 不是腰斬 而是膝斬 聽來也很恐怖 腰斬下去就一半 膝斬下去就三分之一 究竟是甚麼事呢 由於 螞蟻集團曾經傳出 它會在杭州市擴大規模 結果 它 將它們旗下的 支付寶 杭州 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已經在2020年10月份 買了一幅作價26億9900萬 得到地是西湖區 這是滋江度假區的商業用地 我來 做一個總部 到了2021年8月10日 螞蟻集團 亦都以13億1500萬人民幣 買了旁邊那塊地 據說 螞蟻集團預計將兩塊地合併 打造成他們集團的全球總部 哇 這個消息 震撼 令到當地的人很興奮 很亢奮 發財 螞蟻要在這裡起總部 令到這個區域的 樓價即時水漲船高 當地人士指出 二手樓最少升了幾十萬人民幣 甚至乎有些升到過百萬以上 即是升了 當地樓市 一時之間供不應及 然後 傳出螞蟻集團終止他們的計劃 甚至乎將原先買的土地轉弱 除之以來 當地的樓價大跌 二手樓平均跌幅兩成 有些跌近三成半 最近有全民 螞蟻集團會重新動工 引起網絡上的熱烈討論 不過當地政府即時就出來否認這個信息 他們說 2022年 螞蟻集團已經終止了這個地方的合作 實際上 我們看到他買地的時間就是想上市之前 打算大展拳腳 結果上市計劃就捉招 他們當時也沒有想過 是被政府打死的 打算繼續做 繼續買 誰知道 最終馬雲 要把整個螞蟻 吐出來 把阿里巴巴的控制權讓出來 才可以平安 這件事令到 很多投資者 嚇怕 很多賣樓客 螞蟻這麼大 你們說吃就吃 我們的魚毛蝦 閉嘴就被你吸進去 另外要說一下 不單止 暴跌的是杭州 深圳也出現了一個 跌得很誇張的情況 深圳前海 一度很當炒 大家都看好前景 前海 做金融區 這是中國的CBD 商貿中心 金融中心 結果 最高峰 炒到13萬一平方米人民幣 即是13000元 前海當地的上車盤 要過千萬 因為深圳的房子面積普遍大一點 那裏 那裏 一度是 1200萬 由於當地傳出要進行這個都市改建 拆遷重建 所以 在2020年到2021年期間 當地樓價到了最高峰 即使是二手樓 也是升到最高到17萬人民幣一平方米 即是17000元呎 當時樓價到了一千多萬 很誇張 結果 市政府相關政策的公佈 禁止大規模的拆遷 也針對二手樓的價格進行限制 令到深圳的樓價開始暴跌 最高峰17萬的 現在跌至7萬 最新的統據數字 在今年 樓價的赤價一平方米 跌至5萬人民幣 是不到了 不是腰斬 是膝斬 是膝斬 12萬的樓價跌至400萬 同樣的情況 當然不只是 杭州 深圳 北京 其實也很嚴重 大陸不斷推出一些措施去救市 北京也一樣 取消了離婚限購 廢止了離三年來不得買樓的政策 即使令人覺得 好像想救市 只要你離婚 隨時可以買樓 以前離婚之後 三年內不能買樓 因為怕你故意離婚 分開每人買一間樓去炒樓 這個消息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對北京可能有好處 但是現在有個情況 就是 即使你這個限制解除了 不受離婚年齡限制之外 但是 很多人都說 你們不斷推出的東西 令人覺得越來越沒有信心 為什麼 救市的措施不能經常出售 當你每天都出售這些措施要救市 人們就會想一下 究竟這件事是不是很危險 政府每天都要救呢 大陸一些評論員也覺得 一條條的限制 現在逐漸消失 例如舊20條 新20條 沒有多久 又婚年間就取消了所有限制 究竟 是什麼原因呢 現在的人 為什麼不買樓呢 原因就是沒有錢 買不起 是不是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的記者發表博文 他說今天中國的城市化已經超過了六成 未來 已經不存在由農村流向城市的大規模人口流動 無論從供需還是價格的圍道 中國房地產行業都已經到了一個拐點 未來 是沒有辦法扮演拉動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 其實人口縮減也是一樣 當人口萎縮的時候 大家知道市場 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也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住甚麼房子 加上經濟不好 很多 第一時間就是 減這個開支 例如 兩夫婦搬回去跟父親住 反正還沒結婚 又沒有兒子生日 又不打算生日太貴了 結果 結果 房屋需求又下降了 分分鐘 未來會大規模萎縮 最近 北京的房子也是斷崖式下跌 以前 買家的還價 減100萬 現在買家的還價一口就要減200萬 業主也表示理解的 因為 每個地方都不行 有人肯買人 肯還價 都可以談一下 只要你 真的買的話 有多少人會商量 這個就是現在中國的現實 我們看到 逢是措施 你說舊市也好 每一次舊市 都是會令人很害怕的 怎麼害怕 你這麼多措施 你每天都說有些措施要出來救 即是市場很糟糕 如果不是怎麼用每天救市呢 是不是 其實大陸的問題 是一個結構性的 逢是他那個結構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人口 萎縮 經濟畢竟 外資流失 加上人們失業 每個人 都是沒有信心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經濟的惡性循環 美國1929年發生過一次大經濟的蕭條 那次的蕭條 亦都間接促成 二次大戰的爆發 因為 每個國家都不行 那麼究竟中國會不會因為經濟太差 而轉為 透過發動戰爭去轉移人們的視線呢 這件事我們也不能夠完全排除 所以今年 是有風險 大陸的樓市那麼差 到處都說是劈價 如果你是內地人 你來香港買樓是甚麼心態呢 基於甚麼原因你會來香港買樓呢 大家都知道 中國現在的經濟已經是同一條命來的 中國死 香港一起抱著死 中國會不會好呢 當然不會好了 所以香港一定是壞的 為什麼中國不會好呢 因為你們 經濟搞政治 經濟搞文革 嚇怕殺所有人 誰敢來你們投資呢 所以 當那些人不敢來投資 經濟自然差 外資撤出 因為被你們嚇怕了 外資撤出大量的工人失業 人浮於事 找不到工作 還想買樓嗎 我真的想不明白 為什麼 大陸人在大陸覺得沒問題 下來香港買樓他覺得OK 現在香港 政治氣氛 比大陸更加嚴峻 比大陸更加左 大陸喊一句口號 也不用坐五年 香港要坐足五年 說好了假釋 臨時可以脫底 不讓他假釋 你想想 香港是什麼地方 所以 這批人 最終他們要付出血的教訓 你一定會虧很多錢 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向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 通過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是在哪裏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試吧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貝 youth 再威風